你好 想弄点啥 老板 麻烦您个事 这是爷爷给留下三个儿子 我看的都张得差不多 我想叫你过来给我咕咕驾 咕咕驾 爷爷留下来的 对啊 这么三个嘞 爷爷说了 这么三个一人一块 下面还有个弟弟 还有个妹妹嘞 明白了 你说你年龄大点 对 然后你先保管着 对对 到时候长大了一人一块 是嘞 是嘞 是这意思 你还别说 这老爷子留的东西还不简单 我就看这第一块 这是小头的上午星 这个数量非常少 这个是孙中山 在民国刚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 铸造的铸造量非常少 这算是小头里面价格最贵的了 像这一块 应该价值大几万 没问题 这一块这也值几万吗 对 它跟普通的不一样 普通的是上六星 我给你拿一个看一下 这旁边这个 明显的不一样 这个星是上六星 这个是五星 这很好区分 是的 是的 只要是五星的 它价格都非常高 然后这俩都算是普通的 但是呢 里面有一个初注 这个是初注 这个是就最普通的 最普通的这种呢 一般不上千 像这种品项也就八九百块钱 背上面背的最后一纳 出注版的没有钝笔 直接就纳下来了 然后呢 这普通的 它明显的有一个断笔 你看一下 仔细看一下 有一个断笔 仔细一看 还真是的 是吧 不一样 出注的能值三四千 这个 一般八九百块钱 这三块啊 确实价格差异非常大 是的 是的 差异太大了 不过像你这当大姐的 应该会挑一个好的吧 嗯 不是不是 我是大姐的 弟弟妹妹小着的 全阿姨叫我现在给他包关的 对 但是我是大姐 我得让着弟弟妹妹 我要这一块最便宜的 要最便宜的 对 我这个我留着 这是阿姨一份嫌疑 那是 那是那是 这个嘴柜的阿姨是个奈孩的 叫这个嘴柜留给阿姨 叫这个 留给妹妹 对留给妹妹 你还别说 你这大姐当的非常好 得给你点个大赞 对呀 之前啊 我店里也来过 就比如说家里老人啊 放到这些传家宝银员 来看真假 看价值 有的也是和弟弟妹妹 或者哥哥姐姐分 一般啊 知道价值之后 一般都挑最贵的 你这大姐当的好 那不行 你当大姐的应该做好表帅 是吧 做好榜样 对对对 留给弟弟给妹妹 对对对对 你还别说 怪不得老爷子 把这些姻缘啊 交给你保管 那果然是没看错人 呃 那这姻缘 来你还留着 毕竟在谁家里啊 这都是传家宝 好 不管是贵吧 不管是便宜 也是老人 给的留的一个念想 是吧 老人一个行义 好好保存 好 没事没事 好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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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